厦门 古浪雨 一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为什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航海时代 中国政府闭关锁国 为什么这里却成为全球大贸易的一个关键环节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 为何大量西方人选择来到这里 古浪雨从此成为西方文明 进入东方世界的登陆点和中转站 当整个世界硝烟弥漫时 为什么这里却成为一个伊甸园 古浪雨的往事 光乎整个人类文明 让我们慢慢讲述 厦门人把中秋过得比春节还热闹 因为一个叫薄饼的民俗活动 相传郑成功驻兵古浪雨期间 为排解将士们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 发明了薄饼游戏 郑成功批准 从农历八月十三到十八 军中轮流薄饼赏月 后来传入民间 发展成一种全民参与的闽南民俗 屯兵古浪雨的四年时间 是郑成功最困难的时期 也是奠定基础的四年 由古浪雨的立兵墨马 才有他后来的丰功伟绩 1650年 郑成功夺取父亲旧部 郑采郑连兄弟驻守的厦门岛 金门的叔父郑洪魁也前来归顺 从此 郑成功掌控了郑家的全部军团 经历今夏之地 今天 厦门的核心城区是思明区 思明便是郑成功取的 厦门还有很多地方的名字 与郑成功有关 1655年 郑成功效仿明朝的六部 在厦门设置六关 并改厦门为思明州 这标志着郑成功地方政权的建立 大开海道 以商养战 是郑成功政权的财政战略 郑成功因此建立了一整套贸易组织体系 即由护官掌管的 商海五大商行 山路的商行称为金木水火土 设立在现在杭州以及附近地方 它这个主要是一个秘密机构 主要是通过收购内地的这些物材 然后把它慢慢转印到厦门这个地方来 另外海上也建了五大商行 这五大商行是人意理智信 海上五大商行主要是经营海外贸易 就是把陆路运来的这些物品转印到海外 郑成功由此编制了一张 连通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网络 控制了远东至海权 而这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已经建立起全球商业霸权 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 在非洲他们夺取了好望角 在南美洲他们占领了巴西 在北美他们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 就是今天的纽约 在东南亚他们把印度尼西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而从1624年占据台湾开始 他们已经在这里经营了三十多年 在今天的台南市沿海建造了热兰浙城和赤嵌城 郑成功的崛起使正式政权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大海商集团的矛盾再次激化 为了拓展海权 也为了开辟新的抗清基地 郑成功逐渐把目光从厦门转向海峡彼岸的台湾 郑成功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反清复明 二是收复台湾 1661年农历3月23日 郑成功率领水陆军队 两万五千人 战船四百多艘 从当年父亲大败荷兰人的金门廖罗湾出发 东征复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